身為老闆的陳耀迅 每到敢供蛋黃酥的季節 他會跟著員工們一起包蛋黃酥 10秒鐘就包好一顆酥皮外層的快手 暗長20多年的功力 有時候會去算 我一個小時可以包幾顆 就是自己跟自己競爭 那你就不容易會無聊 大家都在比 有時候你會快 但是不見得可以把它做好 我對於團隊的要求 會希望他們是做好或是做快 接下來我們手上的麵包 可能不會超過五個 對 這在外面的麵包店 其實非常非常低 那如果今天超過五個 甚至說可能有一盤 兩盤是完全不能用的 那可能似乎他就會比較 有一點情緒這樣 就他追求良率要高的對不對 對 儘管陳耀迅進頭前可以談笑風聲 但是進到他的廚房 全部的員工們都不發抑鬱 埋頭做事 井然有序的揉麵糰塗抹醬 跟著陳耀迅工作 10年的大弟子世傑 把阿藥師傅的職人風格當成榜樣 我在師傅的身上看到 我一直想要追求的那種 職人的麵包師傅的態度 對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要求 他在師傅的眼裡 沒有所謂的差不多 或者是都可以 就只有好跟不好 你可不可以選一個麵包 你覺得他很像你這個人 如果要選一款麵包的話 我想我會選法國麵包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 對 很經典的麵包款式 那再來就是 其實法國麵包它原料其實是製式的 它就是麵粉 水 鹽巴跟酵母 就是任何一個地方看到的法國麵包 它可能原料就只會有這四個成分 可是每一家店或者是每一個麵包師傅 它呈現出來的法國麵包 卻會是完全不同的風味 那我覺得跟我自己在做麵包的路上 或者是我做麵包的理念 其實是有點相似的 就是麵包的原料可能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不要說停止進步 如果你是原地不動 那其實你就是一直在退步 那我是一個很害怕退步沒有進步的人 我只想要快樂地去做麵包這件事情 可是如何去持續地精進自己 我覺得這是在做麵包這件事情上 一直一直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就算了